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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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收工了嗎 收工 其實坦白講我覺得大概是去年啦 因為去年我的 就是教練我的Michael嘛 他去年才剛回台灣 然後可以做一個穩定的教學 那其實就是在朋友的介紹之下 他就幫我上了第一堂課 然後後來他就成立了這個高飛的學院 然後我就 應該說可能因為疫情 對 然後在今年的過年 我就比較認真的 每一個禮拜都會來上一次課 然後每一個禮拜也都會花兩到三天的時間 在其他的練習場 就在這些之下就覺得 高爾夫球其實是一個不錯的運動 其實坦白說 我以前覺得高爾夫根本不難 在我還沒有打以前 我覺得他其實有什麼難的 不就是灰灰桿 就我有什麼舞蹈戲 就 應該就是出去了吧 我第一次上課 而且之前就有人跟我講說 小愛你知道打高爾夫 感覺他不用流汗 我說真的假的 好像他是一個很簡單 easy的運動啊 沒有 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Michael都教我上肝 然後下肝打 所以我個人打不到球 打不到球 而且我是一個協調度很好的人 就是打不到 怎麼樣就是打不到 我真的充滿著就覺得 這也太難了吧 那後來那天 我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那時候我還會 左腳會整個就是抬起來 腳跟是不能抬起來 然後整個就身體很僵硬 然後手是很筆直 然後這樣 硬要打出去這樣 對 但是就是真的 開始接觸之後 你會覺得高爾夫是一個 讓你又愛又恨的運動 對 就是你會沉迷於這個運動 但是你又打不好的時候 你會很生氣 可是當你可以 在一個好的狀況之下 打出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 就是很有成就感 對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高爾夫這麼難 因為我覺得它其實 就只是一隻桿子 重點是球不會動 你知道嗎 球不會動 因為你所有的運動 其實球都在動的狀況 它就是一個球不會動 但你還是打不到它 因為我是一個人 喜歡挑戰的人 所以你就更想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你就怎麼可能打不到 但就是打不到 你知道嗎 當你越想打到 打到它的時候 你就越打不到 那我覺得高爾夫球 是一個很可以訓練 你耐心的運動 而且尤其是你的專注力 當你專注力不夠 不管你今天狀況多好 其實你的球都不會打好 對 所以其實打高爾夫 真的很需要耐心 然後也很需要 專注在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講說 大家都問我說 為什麼想打高爾夫嗎 其實我打高爾夫的時候 真的不會去思考到你其他 比如說我可能要思考說 後天我有球賽 我有什麼工作 接下來我要做什麼樣子的活動 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想 你在上課的時候 真的只有專注在 你怎麼樣上肝 你下肝的時候怎麼打到它 怎麼樣讓它吃甜蜜點 然後用你的腰力 用你的手 然後手力量揮出去 然後收肝也是一個漂亮的動作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時間去 思考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它是真的 可以訓練我的耐心 跟專注力的一個運動 因為Peggy也是算對上 比較會跳舞的 我就想說先拉一個 結果哪 那協調度比較好 結果Peggy一來上課第一次 第一次吧 她就是 她其實也跟我講說 小安 上那個課會流汗嗎 大家都比試 我就這樣 我跟你講 你去上第一堂課 你就知道了 然後Peggy就 預備動作 不是啊 那個定位嘛 定位 Michael就幫她喬姿勢 說你的腰怎麼樣 好 停在那邊 她在那邊停了大概 30秒 好的 OK 好 再停 她在五回合 小安 我腰好痠喔 我說你看吧 她就說天啊 我說是不是 我們可能再練舞 練個 好 我們一手舞大概三分鐘好了 坦白說如果今天那個舞 它不是這麼的跳躍的話 坦白說你還不會流這麼多汗 你可能只是喘 但你不會流汗 剛好不是我根本沒有跑 你知道嗎 我就是 我就站在那邊 手一上竿 一下竿 就這樣的動作 一二三 我跟你講真的是大流汗 所以大家不要再說 高爾夫不會流汗了好嗎 他是真的會訓練你很多 細部的肌肉啦 坦白說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我後來有打高爾夫之後 有知道很多的棒球員 他們其實是有打高爾夫的嘛 那其實我自己上了課之後 覺得其實他的理論很像 主要就是用你的腰之後 再加上你的手的力量打出去 對那我覺得當然打棒球的話 是比較大 就是力道需要更多 所以他們會比較強壯 那相對的反而我覺得 全民運動為什麼是可以 大家一起打高爾夫 因為其實它 你不用 其實你真的打很厲害的時候 你不是用你的蠻力去打 而是用你的身體的協調度 加上你的這個Sweet去打出去 所以我才覺得 其實打高爾夫 真的是可以大家一起打的 對 我就灰桿王啊 就空灰王啊 百姿是100分啊 我在第二次上課的時候吧 然後我還記得那次就 反正Michael就幫我拍這個影片嘛 一拍 他快很忘記前面沒有球 他說這個太完美 這完美 這太棒 我的天啊 結果一打開 沒有球是不是 我說對 剛剛沒有放球 是沒有球打出去的 因為有時候外面像練習場 如果陽光太大 其實你球打就像應該大家剛剛 可能我在打Driver的時候 大家是看不到你的球票 不要拿眼 其實真的會這樣 結果那天他就一打上去 他說哇小岸這洞太漂亮了 真的太好了 欸 結果也是前輩沒有放球 他說你真的是知識王 結果從那一次以後 後來幾次其實就真的 我覺得有一顆球在前面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種 會有一種壓力 對 但是不懂啊 但是只要沒有球的時候 我就覺得哇 我可以打得超好 後來我就跟Michael說 你以後那個拍那個DM的時候 要不要找我一下 就是只有擺知識而已 所以就真的也不是說 你知識打得好 或是說你姿勢漂亮 或是說你柔軟度好 你的回甲入鏡是對的 他就是可以打好球 其實真的不是就 他真的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特別啦 就是真的會 你要牽扯到很多東西 你的入鏡 你的腰 你的重心 你的頭 你的感面 你的身體 就是他其實是融為在一體 對 所以你要 當你要去注意到 這麼多細節的時候 你要非常focus在這件事情上面 這樣子 對 其實我覺得會加入職棒的啦啦隊 算是 因為剛好那時候我的職場的 再轉換一個跑道 然後再來是因為我之前跳的話 其實就跳過直籃的啦啦隊 那我之前跳過金酒也跳過台皮 那我那時候在籃球場的時候 其實就也是一樣會在旁邊應援 可是你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很多人 因為畢竟籃球場他的座位是有限的嘛 他也不是在戶外 所以其實他 你沒有一定要有人在幫他加油 可是你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那樣子的氛圍 一直到我在2013年的時候 我參加那個德國馬牌 他們邀請我去當他們的編舞老師 還有隊長 對 那時候是打WBC 對 然後是 我還記得就是一整個 好像一整個禮拜的賽事嘛 然後那時候隊韓國 然後我也去的時候 我們跳完開場舞嘛 然後就坐在那個 觀眾席跟大家一起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們大家是落後的 突然之間就 不懂為什麼耶 就大家突然站起來 然後一直大喊 林志盛 林志盛 我那時候不懂為什麼我起雞皮疙瘩 一喊完之後 我看到大師兄你知道 他就站在那個打擊 然後大家很認真地在喊他的名字的時候 他突然那ㄎㄧㄤ一聲之後 就出去了 我就第一次感受到原來球員 他是可以因為加油聲 為了這些聲音 而讓自己更前進的 我第一次 他打出去你看 我真的是第一次起雞皮疙瘩耶 我到現在就是每一次我們只要得分 或是說在我們士氣比較低迷的狀況之下 可能球迷們這樣子的一個應援的狀況 因為我們的應援聲 讓球員打出去的那一刻的時候 我真的都會起雞皮疙瘩 我那時候才覺得 哇原來 運動它是一個可以讓你 這麼感動的東西 對 然後也因為這個狀況 剛好因為 後來因為大師兄他轉隊嘛 然後在那一年剛好也 中信兄弟他們可能 那時候離隊了比較多的姐妹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公開徵選的方式 那我的朋友就說 小安既然你的舞蹈是你的強項 那你要不要來公開徵選看看 對所以後來我就去參加這樣子 對 到現在其實大家都還是滿喜歡 我那時候的一個演出啦 那我覺得比較優勢的部分就是因為 可能因為我是舞蹈系畢業的嘛 所以在那一次我就想說 那我要不要運用一個空間的運用 不單只是在舞台上表演 因為我覺得其實表演就是這樣 你不是只是在一個舞台上面 而是你要怎麼樣運用的空間 讓大家可以好像他也跟你一起一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有一個角色的轉換的感覺 那我就把自己變成一隻貓女 然後我就從那個舞台下的旁邊的側門 然後我就跳跳跳跳跳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是發 歪皮豹的歌吧 然後我就這樣跳跳跳跳跳 然後我還跟評審們 有一些小小的互動 用你一下 我是一隻貓 然後後來它有一個那個樓梯嘛 然後我就在樓梯那邊 可能做一個簡單的那個轉換 然後轉換完之後呢 一到台上我就拖掉了 我這些貓的感覺 我就讓大家知道 我到了台上 我就是啦啦隊喔 對 然後就在台上用 那時候最難的就是用 十秒鐘換完全身的衣服 那時候我覺得最難的部分 對 然後所以就在換裝完之後 變成一個就是熱情的啦啦隊 對 然後在那次的表演上 其實就切實得到了很多評審老師 還有一些 甚至記者大哥大姐 還有一些觀眾的一些回憶這樣子 因為我從四歲就學舞蹈了 那一路我是國小的舞蹈只有班 國中舞蹈班 高中舞蹈班 大學的台藝大的舞蹈班 所以這一路上 我都是學舞蹈的狀況 但是在以前的狀況 大概對舞蹈兩個字 比較會覺得說 你女兒學舞蹈以後要幹嘛 就大家對她不了解 所以她就會覺得 學跳我要幹嘛 你可以有什麼好的發展 對 但我覺得我的父母親 還有我的家人 是很支持我做這件事情的 所以也讓我可以很放心的去追尋我的夢 因為我之前還開了一間舞蹈教室 我覺得舞蹈對我來說它是一個 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到我老我可能都沒有辦法 遺忘它或是把它丟掉我的身體 因為我只要是一聽到 那律動你就會很想動 而且是不管什麼舞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舞蹈對我來講它就是一個夢想 那我覺得人一定要有夢想 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會想要前進 那當你去完成一個夢想的時候 你會有更多的夢想 那你會讓自己知道 我要更往好的地方 往更棒的地方去 而不是只是停在前面 我覺得我現在就很棒了 對 我覺得當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就會想要讓自己更好 那當你更好的時候 會有更多人喜歡你 更多人因為你的夢想而成功的時候 他會覺得 原來他可以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 對 所以就 我覺得就真的很感謝我的家人 他們很支持我做這件事情 上面的朋友對我來講 他們真的很像家人 就是他們真的會關心你的生活大小吃 然後也會去記得你的生日 知道你現在需要什麼 我真的覺得這一切都很特別 對 加入PS 然後加入中興兄弟 對